我小时候就这样子看着蚂蚁 然后跟着蚂蚁玩 希望你不要自己变成别人的蚂蚁 这就蛮重要 现在不会了 什么叫做变成别人的蚂蚁 不要被人家玩 亲爱话题人物老朋友赖佩霞上广播节目 王伟忠先给中故 政治路很辛苦 他就一直跟身边的人说 他要到我家来拜访我三次 在你答应多久之前 后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他是认识我以后才看戏 是身边周围的年轻人 跟他们建议说要找我的 大概30岁左右的年轻人 作家杨照牵线 郭台铭三度想登门拜访 也不得其门而入 赖佩霞两个礼拜后这才点头 我第一时间我就回去就问我先生 他就说去啊 真的吗 他没有说他不好相处 没有 他真的是后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 先生是最大推手 但为出任副手辞演舞台剧《蘑菇》 引发争议 同时剧场人王伟忠直白说 我就反对你离开蘑菇这件事情 你接了舞台剧就不应该 在当下其实是一个协议 我们就只有两三位嘛 那我相信其他的团员可能不知道 你处理够好吗 这件事情 你如果问我当然不好啊 不是你我就咬的牙干 你如果问我 我跟你讲说你要咬的牙干 因为一定会过去 有种事情进入过太多 小白兔误入丛林 赖佩霞一脚踏入政治圈 当郭台铭的副手要学的还很多 再来是我们黄英杰 我们先听报道